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远方 我现在是在山东之博 一个 这属于一个农贸市场吗 还是一个找市 因为我随便逛 逛到这里来了 然后这个地方 是我在山东之博 见过最大的一个市场了 以前我都没有看到那么大 这个人也很多 比八大局烧烤的地方人都多 那么呢 就是我准备在这边吃个早饭 我看看这边有没有卖早餐的 来看一看 也看看这集上都是卖什么的 卖豆芽的 看看都有卖什么的 然后呢 在这边吃个早餐 这个地方非常热闹 并且我发现这边呢 都是当地的朋友在这边买菜 看这种场面 不知道有没有朋友 看出来这是哪个地方呢 这个地方在鲁泰大道旁边 鲁泰大道 我已经走了很远了 就是感觉这么大的一个市场里面 这两旁好像没有卖早餐的 我还发现它这个就是在一个空旷的大马路上的应该是专门安排的一个市场 所以说它们两边没有店铺 也就没有店铺的话 也就是没有那种早餐铺了 应该是这样吧 这么大的饼 卖青鱼的 这个鱼怎么卖的 5块5 那种鱼5块5一斤 是不是在这边经常又会碰到那种 在饭店里面或者怎么样 煎的那个青鱼 这边煎的青鱼 味道非常好吃 这边也有 看这边是卖什么的 哇 这个市场真的很大 这个地方有个奇心文化创业产业园 这边都是卖衣服的了 往前面还又很远 这个市场真的是超级大 那边有店面 是不是有卖早餐的 我看一看 大虾15一斤 看前面还有好远呢 哎呦 打爆米花的 我吓一跳 这种打爆米花的 现在也不多见了 打爆米花的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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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里面的香味一出来 真的是感觉到很香的 看人家在炒瓜子的 都是那种烧着火 现炒 然后他的锅还在转 再转 用一个电瓶 真方便 来吃发的 人们就跟我问我会 我也给这两块的 放个软了 放了放软了 好 很多西汉物 前面我就不去了 我早吃饭的地方 一直还没有找到 没有看到早餐店 正宗 这苹果看起来很好 这怎么卖的 五块六块 四块两块五 哦 大小不一样 从两块一直到六块的都有 这个是卖什么的 这姜粉 几个粉 熟奶的 应该十块 哦 卖的那种姜粉 这里有卖火烧的 你看 有什么吃的 然后豆腐脑还有啥 豆浆八把粥 豆腐脑 豆腐脑 两个火烧 等下看看 你看两个火烧 这个火烧 跟那个 我以前吃的不一样 一个豆腐 要了一个红萝卜 不是不是 要了一个豆角 要了一个红萝卜 然后又要了一碗豆浆 这个烧饼尝一下 嗯 这个是红萝卜的 也是皮薄 西汉多 嗯 嗯 真的很好吃 然后那边它是贴糕药的 它用一个碗 搞了一碗糕药 然后坐在那里就贴贴 这个是豆角火烧 里面都是豆角 比我以前吃的那种粉条豆腐的 我感觉的味道还好吃呢 多少钱老板 我的 两个烧饼一碗豆浆 多少钱 四块五 刚才那个老板算错账了 我又给他说了 因为 我又他说呢 我给我看了一下那个 他的标价牌 烧饼是 那个火烧是两块钱一个嘛 就四块钱吃了两个 然后呢 一碗豆浆 我想着不可能五毛吧 我说豆浆五毛钱一碗 他说一块 一块钱一碗 总共这一个早餐就是花了五块钱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在这个山中之博 应该这个地方 我想这种农毛市场或者集市的话 是最大的一个了 那么在这上面吃个早餐 五块钱 大家觉得如何呢 这个视频就拍到这里了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